特别重大事故是指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者100人以上重伤 或者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国务院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2007年6月1号实行的第三条规定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 事故一般分为以下等级 特别重大事故 重大事故 较大事故和一般事故 特别重大事故又细分为以下几种 生产安全事故 铁路交通事故 铁路建设工程质量事故 火灾事故 道路交通事故 职业健康事故 环境污染事件 特种设备事故等 特别重大事故简称特大事故 主要由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有关部门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 副币能试图 副币能词 副币能词